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五 现在我在市场里面准备开始帮大家淘机器 最近市场行情也是非常的惨淡 来市场淘机器的人相比前段时间也是少了不少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全国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 在这里不管你是要全新还是二手的机器 价格都会比外面要便宜几百甚至几千 那么究竟市场的二手机有多便宜 性价比又如何呢 今天小五就带你们去市场逛一下 看一下二手机行情如何 手上这台是苹果11波罗马克思无所256g的亮机橙色 价格在6000左右 这台是广东老哥叫我们去市场收的一台机器 老哥也是蹲了我们有小半年的时间了 经常看我们直播帮别的小伙伴淘机器 侧机都是非常的用心 之前有考虑入手苹果12 现在也是知道苹果12续航跟上的效果都会比较差 所以也是选择了这款机型11波罗马克思内置a13的处理器 6 5寸的大屏幕 后置三项头 外观颜值都非常不错 配上3969毫安的电池容量 拿来当主力机使用一个三四年 完全不用担心性能配置会跟不上运行卡顿的问题 苹果xs这段时间也是非常畅销的一款机型 手上这台是无所256g的亮机橙色 价格在3100左右 5.8寸的刘海屏 握在手上感觉也是非常的小巧 a12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强悍 同时机身上的效果也是非常好 后置双向头1200万像素 配上2658毫安的电池容量 拿来打游戏使用或者平时比较爱拍照 分享日常生活使用 用个三四年也是不成问题 苹果xs max当下性价比最高的一款机型 不仅拥有6.5寸的ole地屏 显示效果也是非常不错 内置a12的处理器 大屏游戏首选机型 3174毫安的电池容量 续航方面也是不用担心 机器整体性能配置都比苹果11要好许多 而且价格上也比苹果11要便宜不少 3000多的价格 拿来当主力机使用一个三年左右 游戏体验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款机型 目前无所256g的量级橙色价格在3800左右 仔细检查确认机器是原屏原壳 无拆修 无进水 其他的我们就带回家直播间侧击 苹果8又称性能小钢炮 手上这台是有所64g的量级橙色价格在1200左右 有所无所 这个只是合约所跟功能没有关系 跟国行的机器一样的品控 质量以及功能都是中文字幕 目前有所的机器都是可以黑结成 跟无所的机器一样插卡即用 也不用担心不会用有所的机器 虽然是4.7寸的屏幕 但是内置a11的处理器 如今就算用来打高配置游戏也是依旧顺畅 机身散热效果也是非常不错 拿来当备用机或者给孩子使用一个三年左右 1000出头的预算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款机型 这台也是苹果11波罗马卡10 不过是有所64g的量级橙色价格在49左右 相比二手的无所这里也是有600左右的差价 跟全新机相比那差价可是更巨大了 跟国行一样的品控 质量以及功能 目前有所的机器都是可以黑结成 跟无所的机器一样插卡即用 内置a13的处理器 6.5寸的刘海屏 游戏性能强悍 信号也是非常稳定 续航方面3969毫安的电池容量 使用一天也不用担心会没电的问题 拿来当主力机使用一个三年左右 也是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苹果的机器逃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安卓的机器 手上这台就是当下很火的华为mate40系列的机型 mate40polo 8加256g的亮机橙色价格在6500左右 相比全新机这里是有接近700左右的差价 老哥之前也是在我们这里入手了一台mate30自己用的 手上这台是给他自己媳妇买的 所以也是很放心让我们去市场淘一台 橙色好一点的机器 可以看到这台机器橙色跟新机一样没有一点磕碰划痕 而且机器都还是在保200天以上的机器 支持全国联保内置麒麟9000的处理器 6.76寸的曲面屏边上也是有音量加减 打游戏也不会出现误触的情况 后置三项头5000万像素 配上4400毫安的超大电池 续航方面也是完全不用担心 华为p30polo手上这台是8加256g的亮机橙色 价格在29左右 比较喜欢小屏的p30polo也是不错的选择 6.47寸的小曲面 质感以及手感都是非常的巴适 内置麒麟980的处理器 后置4000万像素 拍照画质也是非常清晰 支持指纹面部识别 配上4200毫安的电池容量 哪儿日常生活使用个两三年体验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款机型 今天就差不多分享到这里了 每晚10点到10点半 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开始测每天淘到的机器 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过来一起看一下 我是小五 喜欢更多华翔百二手机行情的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